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嗎?可以嗎?可以嗎? 可以嗎?技術問題解決了 由頭再開始,6月3日晚上11時 不好意思遲了,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樣 今晚先看了9時半開始的六四舞台直播 這也是回應今年六四很特別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政府用很多手法 藉著武漢肺炎疫情最初是抗疫的做法 已經慢慢演變成一些藉著疫情作為打壓 所以今年的六四是不會有維園燭光集會 有的只是遍地開發 今天在我們周圍發生甚麼事 很多事大家都可能留意 今早七七七林鄭帶一班人上北京 表面上要跟中國大陸的官員 特別是今天最後發覺見韓正 政治局常委、港澳領導小組的組長去談 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是上去領勝旨 其實這班香港的垃圾官 在國安法底下是沒有任何角色的 國安法在北京人大發表的時候 我相信林鄭和香港的繁統九官 都是在發夢 直至中國大陸的官員出來說 有國安法要攀佈他們才睡醒 謊言大悟 所以這次是相信第一次這班扯線公仔 在北京見到北京的北大人拿盛紙 無論他講任何事 你大概都知道四個字可以不理 因為事實上劇本已經寫了 要做的事 無論任何打壓、辣椒已經寫在這裏 做一場戲 給少許氣憤 給777和他那班官去做一場戲 不斷地請他上來 就已經把所有要做的事 講一次而已 就不是問意見 這個在6月3日的動作 剛剛在六四前夕 令我有很多聯想 因為今天在立法會講國歌 明天就是六四的三十一周年 一個禮拜前就是國安法 其實很多事很相似 為甚麼這樣說呢 你想一想時空交錯發生甚麼事呢 國歌的作曲人 應該這樣說作詞人 因為作曲的聶耳填詞就是填漢 其實正正是一些在中國的知識分子 或者是在中國讀書人的寫照來的 有用的時候就利用來做國歌 到文革的時候就打成大反派 因為他反對 還有借一套劇本是當時諷刺毛澤東的 所以到最後是慘不忍倒 他是有長期病患的 他迫到要喝自己的尿 最終是神水傑和糖尿病發症而死的 當時他死了之後 連個屍體 當時都不可以寫田漢的名字 是寫了別人的名字 所以他兒子撿他爸爸的屍體的時候 不是撿田漢的屍體 這就是中國大陸胡先生的寫照 文革如是 八九六四屠城也都如是 我剛才都是在看六四舞台 其實勾起很多回憶 三十一年前的回憶 那些畫面是溺溺在目的 去到今天死了多少人 沒有人知道 很多的家人是不能夠出來說一句公道話的 天安門母親已經是苦主 他們的子女在六四的時候被軍隊殺死 但是連這班人每年出來悼念他自己失去疑慮的時候 都是有些公安、國安監視著他 喜歡抓他被迫去旅遊等等 這些簡直是野蠻禽獸的行為 但是每一年這些野蠻禽獸的行為 是連伏連去做的 是好可悲 而正正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就推這個國安法 為何會有國安法呢 其實是否香港人要這個國安法呢 你想想是不是 去年的這段時候 六月 香港人是抗爭最激烈的時候 六月九日六一二、六一六 匿匿在目 一百萬人、兩百萬人上街 是為了反對這個送中條例 逃犯修訂條例 誰搞出來 現在是林鄭777政府說出來 還是中國大陸政府迫林鄭這樣做 都沒有人知道 但也不重要 已經是不重要 因為正正是送中條例 就將無論共產黨也好 林鄭那個原本的面目都揭示出來 其實無論他講甚麼都好 骨子裡都是只有一樣東西 是用任何可以用的手段 壓迫、控制 以及將香港和中國看齊 送中條例 送中條例 就是容許在香港的人送回大陸 用中國大陸的法治制度 中國式的法治 即是一條龍服務 由你拉你、法院審、坐牢、甚至死亡 都是共產黨一手包辦 將這個做法直接應用在香港人身上 所以才送中條例是這麼大的反響 現在情況比送中更加惡劣 因為現在講的是用了這個國安法 有兩樣東西 雖然那個細節都未寫 但大家都聽過一下 第一就是中國大陸的強力部門 可以在香港協助香港的警察執法 即是那些警察可能都未夠班 無論你看到他怎樣打 打到頭破血流 做那麼多很離譜 有法不義、知法犯法那些 其實可能在中國大陸的官裡面都未夠班 要找中國大陸的執法部門 即是那些公安、國安 來指導政府 指導那些警察、指導那些黑警 鄧炳強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們見到的情況 是比去年更加差 是更加可悲的 現在講的 還要是分中審的法官被他選出來 譬如有外國國籍那些又不行 條條例有沒有追索力 等等這些全部 沒有人知道 不過有一些 譬如昨天 潛建華、鄭若驊 或者譚肥豬 肥豬 這些人不斷說話 我替他可憐 就是他永遠不知道他老闆想什麼 所以他們都是 斷古就沒有辛苦的 有些就說 我們覺得北京有追索力 有些就沒有追索力 有些你問譚慰豬、鄭若驊 他說沒有問題的 我們有什麼國際標準 我們這樣那樣 其實大家都不用認真的 因為這班人其實只是 在香港作威作福 在中國大陸官員裡面 其實他是流羅來的 其實大陸是看不起香港的官員 無論你林鄭、李家超、鄭若驊、譚慰豬 因為在共產黨裡面 這些都不是自己人 你香港人出身的 就算你拿去倒盆紅色的水 全身染到紅色都好 你不要以為你可以改道 因為你的出身是有問題 你的出身是港英如孽 林鄭是港英如孽 李家超是港英如孽 譚慰豬也是港英如孽 大家不要忘記 譚慰豬是英國人上式四了議員 行政、立法、市政和區議會 四個會都有 林鄭全家都是拿英國的護照 兒子就在英國讀大學 牛津、劍橋 李家超的老婆子女 如無意外都是英國籍的 鄭若驊就不用說了 其實所有香港這班的九官 如果不是家人外國國籍 就是外國有屋、外國有樓、外國讀書 連取消DSE歷史科的楊潤雄 小孩都在澳洲讀書 所以在中國大陸裡面 其實看不起他們 他們只是一隻棋子 在香港就可以作威作福 但是在共產黨裡面 永遠都不入流 所以永遠都只可以做馬屁精 在這裡擦鞋子 喜歡他的老闆 北京那些就搖一下 整一下你的頭 好像小狗一樣 撥一下頭 給狗骨來咬 不喜歡的時候 一腳踢開他 不過有人自甘墮落 有人扔骨頭 你情我願 這是他的選擇 但是在香港人身上 這個不是開玩笑 也是相當嚴重的事 今天很多事情發生 其中一個就是我回應了 是這個人大常委 很厲害 人大常委譚耀宗 在一個左派的行物 叫做紫荊的一篇文裡面 他說 凡是反對國安法的人 沒有資格做議員 沒有資格參選 或者有都要DQ他 這個真是很有趣的 人大常委 應該很大觀的 因為理論上 人大代表全國人民 但是實際上 這個又不是人民選出來的 是等額的選舉 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生出來的 他自己選一些人進去 hand pick一些人進去做人大 跟著 這班人大又要選一些常委 常委 代他們工作 然後這班人大 共產黨選的一班人 做了人大代表 都會去endorse 去接受 那些一班共產黨的領導 寫的每年的工作報告 集中的報告等等 即是 自己生自己 然後就endorse 接受去肯定自己 是不是很有趣 這個真是很有趣 這是一個我們叫永續的一種關係來的 我就選你 你就擁護我 我又再選你 你就擁護我 那又生生不息 代代相傳 就永遠都存在的 那人民呢 人民是不在這裡的 人民代表大會就沒有人民的聲音的 所以很有趣 好了 這個又不是代表中國大陸 又不是代表香港的譚耀宗 說這番說話 他對於我 就一點威力都沒有 其實我真的完全不用怕他 如果我們做立法會 在香港從政的 不是要講真話 不是代表香港人講真話的 那不如就 在家裡量一下冷氣 去一下旅行 唱一下K更好 在立法會做甚麼呢 真的做那些應聲寵 做狗 不好 我沒有興趣 所以有人要做狗的 有得那些建制保皇 讓他做狗 我們想做一個有莊嚴的人 所以 我們一定不會接受這一套 但他講的說話 就不是刮我 他講的說話 就是刮七七七林鄭 和她那些九官一大巴 原本那場戲 就是香港的選舉 甚麼人可以DQ 就是一個叫選舉主任 甚麼人叫選舉主任 選舉主任原來很簡單 原來每一區的民政專員 這個七七七林鄭 政府和六八九都是 設計就是 落勝子的可能是他們 或者是中聯辦 或者是中聯辦 再加特區的法律政府一起落 但出頭去認數 就是一個中下級的官員 就是其實那些民政專員DO 就越來越低級的 現在很多時候是被那些 就是資深的行政主任EO 有時候會被AO 有時候是一些很専尼的EO去做 其實很低級很低級 就是低到不得了的 但是他又好厲害 他又推了一個生殺大權 其實就是借刀殺人 那我覺得 譚耀宗最失敗就是 就是把這一場戲打壞了 他真是傻的 你明知道有選舉主任 借刀殺人的嘛 你用不著出聲的 出聲就是洩露國家機密 其實是死罪來的 為甚麼叫國家機密呢 如果現在這個國家級的旨意 或者是聖子 要求秘秘密密找中聯辦也好 或者找777 林鄭 扯線公仔政府 或者叫市長 這樣就 再加以找這個 民政事務處裏面的一個低級職員 叫做政務DO 即地區專員 然後下個聖子 長戲多好看 又不關這個777林鄭事 又不關鄭若驊事 又不關選管會馮事 你問他誰下的 他說那個選舉主任 做戲嘛 譚耀宗是傻的 就不懂做戲 那你現在就出陽相 其實原來叫鎮那個是譚耀宗 你有沒有搞錯 譚耀宗就是人大常委 即是給香港人的訊息 就是原來人大常委落聖子的 那人大常委聽哪個話 那就是人大全部 人大委員長 人大委員長聽哪個說話 人大委員長當然是聽 這個國家領導人 習近平 出來了 肉酸 原本做場戲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就跟北京沒有關係的 完完全全是你特區政府拿來 所以你喜歡DQ誰 就不關大陸事 現在我不知道譚耀宗怎樣收貨 第一是洩露國家機密 國家最重要的 要影響香港這個選舉 他講了出來是他拿樁 第二就慘了 現在777林鄭和那群九官 不知怎樣去打完場 如果你說是 譚耀宗說的東西對 那自己好養衰 是不是 我貴為這個 假假地 都是叫一個市長 特首 那有甚麼理由 你這個譚耀宗 這個過氣的 立法會的憲勢派 在這裏出聲 又不行 但是如果你說他不是 就即是不尊重人大 又不尊重人大常委 很大罪 你知不知人大常委很威 人大又威 人大常委又很威 那你區區一個林鄭月娥 如果是這個人大常委 譚耀宗說的東西 你說不對 那即是 刮了我們偉大的祖國的人大常委 刮他一巴 不行 但是你不刮他一巴 那便洩露國家機密 所以這場戲都頗好看 我也想看看 林鄭777怎樣收貨 今天在北京 有些記者想問 她問到她 立刻忽袖而去 她都不知怎樣回答 現在就是這麼墮落 其實全香港的情況就是這麼墮落 那些上去的狗官呢 其實是 即是 即是 即是狗都不如 因為 即是狗都有 即是那些寵物呢 都有時其實你會 你帶隻寵物你都喜歡牠 現在肯定他老闆都不太喜歡牠 就不知放牠去哪好 即是 你完全不放這個林鄭和那些官 又好像不太好 那現在擺個位就說 我給你有個位 上來見 見我 還要選六四之前 即是挺應景的 即是告訴你 六四就是屠城 三十一年前 北京 現在的六三六四就是屠港 屠宰 屠宰香港 其實一樣 預出一切 不過 大家記住 如果我們不想做奴隸的人民 我原本不是很熟 現在經常 郭哥教我 不要做奴隸的人民 我們不能做奴隸的人民 縱使全中國都是奴隸的人民 香港不是奴隸的人民 我們一定要發聲 當家作主 六四 這個血債 一定要血償 平反六四 這個一定要做 所有香港人 都要繼續這個回憶 因為為何重要呢 任何極權政府 他最想就是 他決定歷史 由他決定事實 由他製造一個事實 所以由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叫袁木 叫做袁三十 他說死了三十個人 即是找鬼信 但是好東西 因為寫了下去的歷史 就是袁木 說死了三十個人 這一套是很好 這個就是將 即是中共一路將歷史改寫 無論是最初的 死於非命的林彪 劉少奇 很多第一代的中共領導人 很多死得很慘 但是在歷史裏面 是不會說的 亦都不會寫 六四死了人 有屠城 在這個正式的黨史 或者中共的歷史裏面 是不會承認 不但如此 他透過香港的國民教育 包括最近這個 改了這個DSE的題目等等 其實他是一路在做一個 很大的洗腦工程 最好就是下一代 不會記得六四 不會記得八九屠城 不要記得文革 不要記得反右 不要記得死人 不要記得田巷 甚麼都不要記得 你記得的就是 美好的 中共寫出來的歷史 永遠你要記那件事 永遠你要記那件事 而所有這些走狗 就是要繼續你這個故事 其實最毒和最恐怖 不是只是 讓你沒有身體上的自由 而是要一代一代人毀滅你的思想的自由 要你接受一些不是事實的事實 即是說 國家又是美好 六四又沒有死人 屠城是假的 國安法是幫助你 國家很照顧你 所有反對的人 不是漢奸就是賣國賊 國家是很不安全 香港是很不安全 是不是很有趣 最不安全是甚麼人 最不安全是甚麼事 最出賣香港是甚麼人 大家心裡有數 大家記住 明天六四三十一周年 無望六四遍地開花 如果去不到維園 都不要緊 總有一個角落 在你家 在你家樓下 在很多社區 大家要走出來 八點鐘 我們集合 八點零九分 墨礙一分鐘 香港人最重要的 歷史的任務就是 延續一個真實的歷史 不要被強權洗走這個真實的歷史 一代一代傳下去 這筆帳一定要清 中國人始終有一天 都需要得到真正的自由民主 不是作出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是寫出來的 雖然從來沒有實現過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最起碼我們有權 去決定我們把口 說甚麼 我老想甚麼 不要放棄 對比在十四億 沒有權 去想事 沒有機會說真相 沒有機會去看 六四真相的人 我們仍然幸福 而我們仍然需要 是負擔起這個沉重的任務 將這段歷史 將這個事實 一路傳下去 無望六四 大家明晚記住 各自去悼念 今晚講到差不多 下星期 不是 今個星期 找對時再跟大家聊天 早晚 拜拜 好 好